我们来 那个 圣经导度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四年读经 那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这一本圣经虽然这么厚 但是你只要用七十八小时就读完了 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 只要七十八小时就读得完 所以我们把它一分开 就是四年 然后每天读几分钟 四分钟 所以很快 一天读四分钟 四年你就会把圣经读完了 不要看他那么大本 好 今天回去 这个礼拜要读民数记十七章到二十一章 这个民数记 他们在旷野的状况 这个还是要讲 这个是摩西五经 这个是历史书 那这个民数记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估计呢 在讲他们 在讲他们怎么成军 然后他们的行程 跟他们的战争 他把它分成四段 第一段就是说 他们还停在西乃山 到十章十节 十章十一节以后 就离开西乃山 他们已经在那边停了一年多了 好就离开 但是离开以后呢 他们那个西乃山到加里斯巴尼亚以后 他们就停在那边就是第二段 第三段呢 就是他们本来要进去了 但是那个探子说 那个地方不好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 他们就是不想进去了 所以神就在那边 让他们在那里绕绕绕绕 绕了三十八年 那到二十章 就是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方 他们就在那边 十八年离开了 所以要开始进去摩崖平原 那这个四段呢 就看这个图 来 这里是埃及 这边是迦南 他们本来从这边 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是结果他们没有 他们开始往下 意思是说 走到西乃山 就在那边一停 因为停了一点多了 然后那个民宿基呢 就是从这边 第一段就是在这里 还是停在这边 停到第十章十节 第十章十一节以后 就开始离开了 这是第二段 到加里斯巴尼亚 好 这边他们就进去探 探子探回来 探四十天 回来又说 哎呦 那个地方不好进去 所以他们就不想进去了 上帝说 好 也不想进去 我就让那里绕吧 就在这个地方 绕绕绕绕绕 绕了三十八年 一四段啊 就从这个地方 绕过这个以东 绕到这边 到这个十海 约旦的右边这边 好 这就是民宿基 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 到了加里斯 从那个加里斯巴尼亚这边 在这边出来又绕了三十八年 他们要开始准备要走了 所以 那我上帝就告诉他们 有一些律例 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 十六章到十九章 就开始触发了 那在触发的路上 有这几件事情 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可拉达 可拉达他想要叛变 那接下去 这礼拜我们会看到 亚瑞的帐发芽这些 好 那在可拉达叛叛变 我们来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这是十二字牌 这是立位字牌 立位有三个儿子 格树、戈侠、米拉利 这个戈侠的儿子里面有一个 以斯拉、以斯哈拉 这个有一个儿子里面叫做可拉 所以他是什么人 他是立位人 这个黯然的儿子有两个 一个亚伦、一个摩西 只有亚伦的后代才是祭司 其他的立位人的后代就是立位人 所以这个可拉他是立位人 但是他想说要争取 他要想跟祭司一样 所以这个可拉算是一个 等于是叛变就对了 所以上帝怎么样呢 上帝让他们掉下去 必开口 他们全部都掉下去 好 那接下去呢 上帝都好啊 你们想要争取 对不对 来 你们把十二支派的组长 你们组长 你们再拿那个帐 你们十二支带来 就放在那个约会旁边 那个亚伦的帐是立位之派 立位之派的那一支是亚伦的 好 你们十二支 这个是亚伦的帐 十二支帐放在那边 隔天一来看啊 怎么样 那个亚伦的帐 花牙 那个结果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 十二支只有立支 所以神说 这个就是要领导你们的 你就不要再考虑了 这个 这个帐 花牙结果 那神就跟 以后就跟他们讲 你们这个约会里面 要放一个十戒 一个帐 还有一个马 这是以后的 好 那这样已经解决了 解决领导的人 就很渴了 那个就 以后就没有再提了 好 那已经要出发了 里面 刚刚已经讲过 那个祭司 立位 已经跟你们分得很清楚了 那里面有什么责任 有什么权力 这个就是刚刚那一张图 立位师派的儿子 这里面 从这里出来的这个亚伦 这个才是祭司 其他这些就是立位 所以 所以祭司 立位人 已经很清楚了 对不对 那祭司 跟立位人 你们的责任是干什么呢 你们的责任是干什么 就是 看守卉幕 那立位人 是帮助祭司的 就是 就是看守卉幕 那你整天看守卉幕 你们就没有赚钱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会有给你们权利 什么权利呢 就是 以之类人来献祭 他们会取祭啊 摇祭啊 资胜之物啊 生物 这些出所之物 这些啊 就通通给你们 你们就不用去赚钱了 这些 这就是祭司的权利 那立位人的权利呢 以色列人出所之物 都要拿十文之一来 这十文之一 以色列人的十文之一呢 就是给立位人 那立位人收到这个十文之一 从里面的十文之一 再拿十文之一出来 再去给祭司 这个叫做举祭 所以立位人收到以色列人十文之一 再把十文之一 再献祭神那边给祭司 他们的权利就是这样子 那以色列人这种十文之一很重视的 我们到马迹的时候也可以看到 我们请念一次 万间之耶和娃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文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施使我 使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且服务给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你看到圣经就有一个最后一章 还提到这个十文之一 而且他跟以色列人讲 这个十文之一是什么 当纳的 当纳的 然后呢 在这边 上帝挑战 你们给你们去看看 施使我 你把十文之一拿来给我 看我会怎么样 我会敞开天窗 祝福给你们 这是上帝自己讲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十文之一 很重视的 他说里面几个 夺行我的十文之一呢 这个十文之一是当纳的 所以这是 在这个地方是十文 他跟以色列人说里面 十文之一一定要拿来 然后利维人再把十文再给祭司 这就是利维人跟祭司的权利 好 那以色列人他就要奉死 什么呢 现在我想应该有 这个旧约交代的 我想他们不敢怎么样 好 接下去呢 上帝就说 来你去拿一条的红牛 红色的牛 你把它烧成灰 然后这个灰呢 你就放着 然后呢 万一有人犯罪了 不是不一定犯罪 就是说 譬如说摸到死尸啊或者 那就是犯罪了 他会不解禁 但是呢 他在沙梦的时候要赶路啊什么 所以他们就 载红牛做一个除污水 这个除污水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快速的水 类涕 以前有时候一摸什么 你要一个礼拜不解禁啊 要什么 那人家已经在赶路了 你不解禁怎么办啊 所以这是快速的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现在有个物理就拿到灰 加一点水 然后浓民团被人 就除污水了 这次他就 应该在路上 所以就做了一个 用这一张匹这个除污水 好 接下来 又开始 要从加利尸 把半鳥要出发了 好 要出发之前 这明样就死了 然后你看这个图就知道 这边 在加利尸之后 明样死了 好 那这中间 已经经过38年 好 好 然后呢 开始出发以后呢 这医生人又开始抱怨 抱怨没有水啊 什么样啊 他甚至讲说 去跟摩西讲 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来一起 到这种坏的地方 也不能杀种 也没有水果可以吃 然后上帝就说 跟摩西说 来 你去 分腹 磐石 他就会出水了 这个分腹呢 就是讲话 讲话 那这个摩西呢 就去 但是他很生气 他就拿了个杖 就敲 敲了两下 上帝叫他分腹 就是说 你到那个盘石上 只要分腹他 就会流水了 结果他去 敲了两下 结果呢 结果导致怎么样呢 摩西跟亚伦 都被人犯罪了 这个地方 敲下去 水就出来了 所以后面 耶和华 对摩西 亚伦说 因为你们 两个人 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面前 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呢 两个人都不能进去 哎 那给家人比 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他敲了两下 所以两个人都不能进去 而且不但不能进去 没有多久 两人就先死掉了 因为他不能进去嘛 所以就两人就死掉了 即使在赫尔山 然后大家在那边哭 哭了三十天 哭了以后 就开始出发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赫尔山 这个地方就是在 尼斯巴尼亚 他就从来走过去 好 那他走过去以后呢 到什么 到以东 那神不让他们 以东 不让他们过去 那这以东是属的 以东 以撒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对不对 那以撒来两个儿子 一个是以嫂 一个是雅各 雅各的后代就是以色列 对 以撒的后代就是以东人 这个以东 现在的约旦人 现在的约旦人的地方 就是以色列的下面 好 神示给以东人 西尔山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石海 石海的下面 这是阿福巴湾 就在这个地方 要过去这个地方 人家看土就知道了 好 好 现在摩西带领这些人 开始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这里 好 会碰到什么呢 碰到以东 这一块就是以东 它要过去 好 这个以东 摩西带领进入以东的话 这边一条路 就是王道 这一条叫王道 这很早以前就有这条大路 这是王道 那他这里有一条王道 对不对 那他如果能够进去以东的话 他就从这边进去 走过去呢 就好了 这样就过去了 但是摩西带领跟以东王讲 你让我们过去 我们不走你们的田 也不喝你们的水 什么都不要 只要让我们过去就好了 但是以东的王说什么 不行 你只要去过我的地 我就拿到水 去杀你 所以他没有 好了 那只好怎么样 好 走走走走走到这里 这里刚好有一条路 叫做什么 红海的路 是在这个旁边 所以他只好怎么样 走红海的路 再从旁边照过去 照过以东往上到这里 好 这个就是以东 这个以东的王 不让他过去 好 这个以东王不让他过去以后呢 就被怎么样 被上帝 除华 怎么除啊 因为刚才我们不是看到吗 那个以撒 他的儿子是 那个 两个是兄弟啊 这个以撒要过去 你怎么不让他过去呢 所以 耶和华说 以东三番四次犯罪 所以呢 要把他除华 二八帝啊 是不是也有写 你向你的兄弟 雅各行枪暴 所以我要给你除华 所以这个以东后来被除华 很厉害 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好 那 这个我们回信 今天的最后一章 那 好 他们又继续走 在走的时候呢 他们又去抱怨了 因为这个路难走 他们就很抱怨 你为什么会把我们领出埃及的 因为你让我们死在旷延吗 上帝就很生气 就放吼舌的先进 放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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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多人死掉了 死掉了 就去跟摩西讲 那摩西就跟上帝讲 上帝就说好 你去照一条蛇 他就挂在那边 那这些被蛇咬的人 他们如果肯抬头 看那条蛇的话 就会火 就是 有个话跟他讲 你去照一些蛇 然后摩西就去照好了 放在那边 你肯不肯抬头 你只要抬头 一看那条蛇 你就火了 所以那条叫做同蛇 那这个就是预表什么 预表耶稣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实际上你肯相信耶稣 你肯抬头相信耶稣 你一看的话你就火了 这是这个 有这个预表的仪式 好 这是这个图 摩西举头蛇来的人 这很多人看蛇 有的人就不看蛇 这个蛇来的地方 好 那接下去以后 他们就已经过去给摩西举人了 好 那他就 这个就是 他们已经到这个 摩西举王的地了 已经到这里了 到这里西红这块地 好 这块地以后呢 他们就去打那个 在蛇杂的地方 然后继续一直攻 攻到西举本 就把那个西红 这个地方西红 那个国王就打死 这是第一个打死 那个西红 就是这样 先在蛇杂这个地方 然后再一直打 打到西举本 好 好 接着呢 再往北一直打 打那个拉 打到雅线 打到雅线的地方这里 那那个 八三王 二就出来 出来 以得拉 以得拉 以得拉这里 那这边又被 摩西 杀死 所以就是 他政府这个二 你看 第一个是雅线 第二个是 他以来的这个地方 好 我们今天问题就考到这里 看到这里 那个摩西 打败 那个 这个西红跟二 好 下一听 金句 金句 我们都另一次就好了 在我们桌包上面也有 来 来 请他一起念 有声音 从里面 你出来 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宣传的 你们要听他 路加福音 九章三十五节 我中生的事 在你手中 求你救我 脱离 手离的手 和那些逼迫我的人 四篇三十一篇 十五节 尽所训练的 必得好处 依靠耶和阿 便为有福 真言十六章二十节 为你受逼迫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马太福音五章十节 好 去跟进 祝福歌 那请大家起立 来唱祝福歌诗 祝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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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伴的愛 在祂媽 安雲月夜裡見燭光 我們來領受上帝的祝福 愛我們的上帝 賜給我們如露切木溪水的心 可慕你的話語 滋潤乾坷的心靈 殷勤聚會 努力定基在神 讓眾弟兄姊妹 靈力重新得力 如音展翅上等 從今始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